欢迎来到忍者无敌聚宝奇 我是主持人德宇 赶紧欢迎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顾 陈坤仁分析师 大人哥你好 德宇好 大家好 要恭喜我们聚宝奇 所有的会员朋友 今天又赚钱了 真的是连顺记录 不断的往前推进 那么有好多朋友在关心 大人哥 今天不到24小时 应该说明天的凌晨 这个美国的联准会 要公布最新的利率决策会议了 有没有可能像之前 这个CPI公布一样 再做一次大怒神呢 请教大人哥了 好 德宇好 大家好 我相信这个问题 应该是大家都想问的问题 所以其实我们刚刚在 行情的分析的部分的话 在上半场的台股的部分 有跟大家做过相关的说明 就是无论今天晚上 就是明天凌晨2点之后 会发生什么事情 接下来你要好好把握 所谓的利空吨花 利空出境 利空被确认 之后的行情 所以台股的部分的话 我会请大家好好留意 接下来的 就是作梦行情 跟作战行情的启动的部分 那回来到那个 期货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现在目前的行情 也是你可以去好好抓住的地方 那最近的行情的话 我觉得还是跟大家做一个相关的说明 也就是危机 它就是从危险带来的机会 因为很多很多的 多空震荡的过程 你只要震荡的越大 那我很老实说 那个震荡的越大的时候 其实对期货的市场 或者说对 期货的操作者来说的话 它是一个更好操作的一个行情 就像是 我等一下举例子给你看 你会发生说我怎么尴尬 不失礼貌的微笑 那个今天行情的话 我们赚到钱啊 可是今天赚到行情的时候 你就想说 今天怎么赚那么少 有点先天性的限制 这是不得已的 来 多空双向操作 是你现在目前该做的事情 趋吉避凶是现在目前 期货能帮你做到的事情 所以YouTube频道 我们上面有更多更多的 分享节目跟分享给大家 包含像是期货指标 包含像是背离 包含像是你如果用期货 股票期货 怎么样做除息 怎么样去做结税 怎么样去做 一些相关的多空的操作 都在我们节目里面 跟大家做相关的分享的地方 那我也常常会说 在我们节目里面的话 我会用一些数据面 用一些教学面 来跟大家做相关的互动跟分享 所以像我们最近 要跟大家说到的是 在期货的操盘密码 我先看长坡段的趋势 再看短坡段的走势 再看力道的部分 是时间跟空间 跟转折的部分 然后我就说 其实你会发现说 其实最近这几天的行情 变得不一样了 因为目前的台股 还在所谓的趋势之下 偏空趋势我没有意见 因为目前为止的话 还在季线之下 当然站上了月线了 那如果以这样的状况来说的话 你应该是偏空操作 会赚的比较好 赚一点点 可是呢 最近怎么会 我们会连做多都 也一样可以赚到钱 而且昨天的行情的话 怎么连做多也可以提早下班 提早获利小节 那这个动作的话 其实代表是说 似乎有点像是 时间带来了一些相关的 就是时间 拖拖拖拖拖过去之后 让空间 然后换取时间 然后带来一波 所谓的转折这样的力道 那今天的状况 也类似一样的状况 当然今天的特例 比较特例一点点 因为你看今天台股的大盘交易指数 就是中场上涨了62点 回来到13100点这整出关卡 可是今天成交量 只有1542亿元 跟昨天就是差不多 昨天153多吧 然后今天的话154多 就是一个近期的相对的低量 那原因的话就是因为 今天晚上费的要利率决议啊 所以多空难免变得比较偏观望一些些 那同理而言 现在目前的一个 今天的台子期货的话 就变成是一个 你看今天的高点 13103 然后呢低点的话是多少 13015 这个压缩 压缩在88点的区间里面的话 你说你如果有一个人跟你说 我今天期货当充赚200点 那个我就觉得 真的很棒棒 可是我不会这样告诉你 我会告诉你说 当先天有限制的时候 你的那个利润空间 你就要抓得小一点点 或者说你的部位 就要放得小一点点 因为你才可以顺着行情 顺着趋势 然后顺着现在目前的 那个行情跟区间的方向 去赚到你该赚的钱 所以今天的那个 我们的聚保期的话 其实有觉得那个讯号 跟昨天有点像类似 因为昨天我们也说啦 你有没有发现 开高然后压回 然后走高的时候 在13000点这边 试一口多单 做一口多单 然后尾盘之后拉上去 这个是很OK的 因为我可以用 以小换大 以小博大 那今天也是这样的状况 在这边有没有发现 这里也是一样 它在接近9点多的时候 然后它也是破低之后 再转强上工 那我一样这边可以做多单 那做多单的话 我一样可以守前波的低点 就是假设如果 破了今天的低点 表示说 有人在对 今天晚上的行情是悲观的 那就出场吧 可是呢 今天的行情的话是说 今天这个买讯出来之后 然后你看发现这个 买讯出来之后的话 这个行情就往上走了 当然因为今天这个区间比较小的关系 所以我们今天的 获利的点数的话 只有19点 那我没有写错 不是38000 是真的只有3800块 可是它就是一个 先天性下面的限制之下的一个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一个操作 所以今天的行情的话 就会用做多 然后呢 停率出场的这样一个操作 来去做今天的当充的部分 当然你看像昨天 有没有发现 这就是昨天的啊 昨天的就是那个 开高压回 然后走高之后做多 那万一如果破的话 去做停损出场 但是如果对的话 我会用大换小这样的方式 所以这两天的行情的话 其实相近是 那都是做多 而且做多都有赚钱的这样子一个部分 那当然你也会发现 我也会告诉你说 我们没有天天赚钱的 我一样用两天的亏损的经验 来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10月31号 那天的原因是因为 放空之后 然后呢 转多单之后才多单 后面的这笔多单 才把前面那笔亏损去把它赚回来 那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 最近的行情 我刚刚前面说到的 时间跟空间正在酝酿转折 所以因为这样的关系 所以做空的这个方向的话 看起来就不是那么一样 那个轻松简单 马上获利了结 去提早下班 可是我在每一次的 就是很有纪律的操作的过程中的话 它自然而然可以帮我们 就是把那个亏损把它赚回来 那就像10月31号这天 或者比方像是10月 少了一天没关系 我们继续往下看一下 10月25号这天的话其实也是一样状况 就是上上礼拜的时候 就你看到这个台股在崩盘 跌破1268的那个时间点 就是反正趋势空嘛 走势也空嘛 所以你就直接放空放下去 然后呢你就可以去 盘中就可以提早下班 或者是收盘的时候你可以赚更多 那那天的话10月25号大盘破底 然后呢我们的聚保期的 刚充的部分的话 获利197点 这就真的没有写错了 一天的数字的话是39,400元的这个获利的金额 那这就是因为行情跟趋势站在我们对的方向 我们就是顺势操作 我们就可以赚到这个大的一个行情的部分 那同理而言在24号那天的话也是一样状况 我就不特别跟大家说明了 因为也是趋势空走势空 那顺势放空赚很多 那那天的行情的话是我们可以赚170点的这样的一个数字 所以我常这样说啦 就是我们聚保期的操作的部分的话 重申再重申再重申 就是不会稳赚不赔 可是我们可以透过每一次每一次的几率操作 然后呢可以做到大赚小赔 赚大赔小 像我再次说 如果你不能做当充的人的话 你也可以做我们的短波段 短波段聚材策略的话 10月份跟9月份绩效率顺便给大家看一下 10月份赚14次 然后呢亏了7次 那这些相关的累计亏亏赚赚亏赚赚的时候 获利的点数的话是1498点 获利金额的话是29万9千块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真的能够抓到每一次的 就是那个亏损损损损失是可控的状况 然后呢用下一次的大获利的部分把它赚回来 然后呢顺便回答刚刚德宇的问题 说到底会不会有大怒神 我觉得一样的问题啊 我们只要如果你是做短波段的人的话 短波段的会员的话 你晚上你就盯着我们的聚保期来看 那就像上一次在9月13号的时候 全市场跟你说利空出境 我就跟你说未必吧 那你就看到我们这个聚保期 他就在那天9月13号的时候 他就抓到由低抓到买点 然后呢他出现那个CPI 对CPI公告的时候 大陆人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犯空啊 那就是那天的一个操作的部分 所以为什么我们9月份的绩效可以就是赚的比数比较少 但是却赢了10月份的绩效 因为9月份的绩效是37万8千块 然后10月份的话才29万多而已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那一次的大怒神 我们抓到啊 那今天晚上会怎么样 你就跟着聚保期做就好了 因为聚保期不会去看多空 他根本也不知道费得要讲什么事情 可是他就可以能够很精准的抓到现在目前市场上面的买卖点 跟转折点的这个价位 所以非常非常欢迎一个加入我们的聚保期这个 就是期货财富自由的计划的地方 那当然我还是跟重申就是期货真的不是赌博 他真的是可以让你去做多空双向 然后避险跟单边的操作的很好用的很好用的商品 因为他根本没有进空力的限制啊 他根本没有限空力的限制啊 那你可以用50万的本金 然后呢跟着我们来去做操作 那你看你这两个月的操作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赚到50万 那赚到50万之后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把这个50万把它放口袋 放完口袋的时候 你用赚到的钱继续来做操作 继续来做操作 然后呢当你赚到钱赚到100万的时候 把口数变大成两倍 当你赚到400万的时候 你就把它口数放到8口 然后到时候不管你是做8口做10口 你根本不会怕期货的跳动了 因为你已经知道期货的风险在哪里了 你已经知道我们的聚保期的优缺优劣 跟所谓的停损停利 跟纪律操作在哪里了 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让你所谓的纪律操作 然后聚差成打跟福利翻倍 所以现阶段的行情的话 我觉得你不用特别管所谓的 那个行情到底是多或者是空 因为多空行情里面的话 我们同样赚得到钱 那这个我就不跟大家说了 因为这已经是 这已经提醒再提醒重申再重申了 因为股票期货它还有一个杠杆的效应 我在我们的YouTube频道跟大家分享过 那如果你有足够资金的话 你也欢迎加入所谓的 钦态的操盘式专案的 期货财富自由计划 如果你有300万以上的本金 可以同时交易五口以上的 胎子期货的话 那我们带你做 胎子期货跟个股期货的多空双向操作 然后我们帮你量身规划 你现在目前的资金的控管 然后帮你做到资金效率 帮你做到福利翻倍跟期货财富自由 所以一样的观念 就是行情它总是有多跟有空 可是当对的商品来的时候 或者说对的行情来的时候 当对的转折点来的时候 好好把它赚下来 好好地把它加入我们的 期货财富自由计划 那也真的是诚挚地邀请大家来 做做加入 以上分享给大家 投资市场就如同大人哥说的一样 充满了危险跟机会 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好的工具 来助你一臂之力 不管这个市场怎么样的上冲下写 跟着聚宝旗的讯号走就对了 邀请您现在就立刻拨打 0800668085的针线电话 或者是透过Lite直接私讯大人哥 参加我们的期货财富自由计划 50万跟着大人哥从一口大台举做起 那么大部位的资金朋友 我们也帮您准备了操盘式的清贷专案 那么我们的忍者无敌分成了 古摩利还有聚宝旗上下两个单元 邀请大家帮我们订阅按赞 同时分享给你身边更多的好朋友 不管是股票或者是期货 有任何操作的问题 不要客气 0800668085的针线电话 或者是透过Lite直接私讯大人哥就对了 今天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也再一次谢谢我们面面俱到的大人哥 摩尔头顾 陈坤仁分析师 谢谢大人哥 谢谢 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按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就可以第一时间收到影片的上片通知 要获得最早最专业的韩式提醒 和更多的精选个股分享 请加入我的LINE和Telegram官方账号 ID是小老鼠DAR1-888 谢谢大家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